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我们的加拿大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今天我们的第一则新闻来自英国公堂领袖基尔斯塔莫和他的妻子维多利亚 他们在美国旅行时被拍到手牵手引发往路上的热烈讨论 有人认为这是亲密的表现 而另一些人则觉得这不够专业 心理学家琼·哈维表示 政治人物通常会被指导在公众场合与伴侣牵手 以展示可靠的形象 那张照片成为了政治手牵手的最佳视觉隐喻之一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多伦多市议会最近支持的一项动议 这项动议旨在创建一个新的城市设计师和建筑师办公室 以提高城市的建筑标准 这个提议由议员乔神马特洛提出 目的是创建一个美丽的城市 这个办公室将负责监督公共和私人建筑标准 并且开放接受来自其他城市的设计和实践建议 最后我们来到加拿大玉空地区 这里最近举办了第八届国际火星基地科学会议 吸引了约80位来自全球各地的大气科学家 这次会议选择在玉空举行 是因为这里的极地地形与火星相似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研究火星冰川和气候的绝佳机会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有些夫妻喜欢私下牵手 另一些则只在公众场合牵手 还有一些从不牵手 但是当你是新上任的G7领导人 周围满事舍已逝世 谁能评判哪种方式最好呢 我们的北约总理纪尔斯塔莫 刚刚和妻子维多利亚 斯塔莫大家称他为维克 在飞机的台阶上牵手亮相 社交媒体就炸开了过 一位名叫Apost Oranges 但Nanas and Monsnet用户愤怒地写道 有人觉得他们每张照片都在牵手或亲吻很奇怪 其他Monsnet用户纷纷表示这条评论简直荒谬 用户Sakirachi愤怒地回应道 天哪一个已婚夫妇居然会表现出一点点感情 而Sonder则给出了更为理智的回应 我没见过他们亲吻的照片 只有牵手的照片 我和我丈夫结婚二零年了 我们也会牵手这不奇怪 事实上牵手作为一种低调的亲力行为 竟然能引发如此多的讨论 经理学家球哈维表示 每当你看到一个政客和他们的配偶牵手时 你可以肯定他们是被建议这样做的 哈维指出基尔斯塔诺北人的印象是诚实正直和值得信赖的 牵手的行为帮助他在镜头前塑造了可靠的形象 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 牵手甚至被用作一种权力的象征 他的特朗普握手让许多政客感到不适 尼巴尼亚特朗普则多次在公开场合拒绝与特朗普牵手 这种对抗性行为反而凸显了现代选民希望看到政客和他们配偶之间的某种身体接触 而在皇室中公开场合的亲密行为一直被认为是多余的 直到梅根马克尔的出现 他和哈里王子无论何时何地都紧紧牵着手 尽管这种行为有时显得笨拙和需要 但对于斯塔莫夫妇来说 他们的牵手行为则被认为是展示团队合作和团结的有效方式 The Toronto Star使用团 多伦多丑陋没有好的或美丽的建筑设计糟糟糕 规划混乱 尽管这些说法未必准确 但他们反映了一个从殖民地小镇意外成长为大都市的城市的普遍看法 多伦多的基础设施一直在追赶其城市发展的速度 缺乏统一的设计风格也让人觉得城市缺乏设计的连贯性 多伦多的建筑形式杂乱无章 从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代的建筑到现代的优秀建筑 如为酒店和Waterworks的综合体 多伦多的建筑景观如同其居民一样多样化 这是一件好事 但城市的设计美学和伦理有时却滞后 市议员乔沈马赫洛提出了一项名为迈向美丽城市的动议 要求研究在公共和私人领域创建更高标准的可习性 最重要的是创建一个城市设计师和建筑师办公室 设计审查小组成员海伦纳格达多尔尼克表示 这个角色需要了解如何实现和识别高质量的建筑环境 如何利用和使官僚机构运作 并找到采购和政策中的瓶颈 这个角色将不仅仅是一个设计沙皇 还需要成为一个公共教育者 倡导者和执行者 格达多尔尼克建议 这个职位应设在市长办公室 以便跨部门协调 好的设计并不意味着奢华或浮华 而是指实用和舒适的居住空间 在解决住房危机时 设计沙皇必须是一个高效的项目经理 确保高质量的设计 不会减慢新建筑的进度 格达多尔尼克强调 好的设计不仅仅是市场住房的需求 负担得起的住房也应达到同样的高标准 对于多伦多的设计沙皇来说 关键是定义角色的范围位置和报告关系 同时确保公众的支持和理解 CBCC 火星和北方有很多相似之处 这使得约80名田文学家本周齐聚玉空 参加第八届国际火星基地科学会议 此次会议之所以选择在怀特霍斯举行 是因为其靠近基地地形 科学家们前往克鲁瓦内国家公园 和墓碑领地公园进行实地考察 探索并了解原著名历史 同时拓宽他们的基地事业 在克鲁瓦内参观冰川时 他们有机会近距离观察类似火星的地貌 NS的米切尔维奥地表示 通过了解我们的家园星球 我们可以通过探测器的眼睛 真正理解一个不同的星球 来自多伦多约克大学的博士生普鲁斯维 阿查理亚惊讶地发现 克鲁瓦内和火星上的高分辨率冰川图像 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对我来说他们看起来一样 阿查理亚说道 科学家们每四年一次的会议 旨在分享火星冰和气候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会议节的问题和新发展 将被整理成同行评审的出版物 会议组织者艾萨克·史密斯是 约克大学的教授和加拿大研究主席 他特别关注火星上的冰 史密斯解释说火星上的冰对于未来的探索 博士生团队参加了会议 和理解这颗行星的历史至关重要 史密斯带领他的博士生团队参加了会议 包括写办会议的沙米拉·安德烈斯 安德烈斯研究火星上的弗莱格拉山脉 这个地区被提议作为未来人类着陆点 他解释说冰的存在可以为饮用水和氧气提供资源 这也是人类探索火星的关键所在 《环球邮报》报道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在一段视频中表示 如果欧洲国家接受部署美国的远程导弹 将使自己面临风险 佩斯科夫在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记者帕维尔·扎鲁宾采访时 谈到美国可能在欧洲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时说 我们有足够的潜力来遏制这些导弹 但这些欧洲国家的首都将成为潜在的受害者 他指出在整个冷战期间 驻扎在欧洲的美国导弹瞄准了俄罗斯 而俄罗斯的导弹也瞄准了欧洲 使得欧洲的国家成为任何潜在冲突的主要受害者 他还提到欧洲现在正在分崩离析 这不是欧洲最好的时候 因此无论如何历史将重演 《环球邮报》报道 波音公司已经开始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合作 对其长期延误的777-9进行认证飞行测试 波音公司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 在获得类型检查授权TI后 公司于周五晚上进行了首次飞行 这一进展对波音公司来说是个好消息 因为自1月5日一架737MX飞机在空中发生面板爆炸 波音一直在应对生产和法律问题 777-9是777X项目的一部分 该项目旨在升级777宽体喷气式飞机 自2013年以来项目一直在开发中 但面临多次延误包括认证延迟 类型检查授权通常与认证过程的开始有关 阿法在检查技术数据后做出这一决定 这一里程碑允许阿法飞行人 参与认证飞机正常运行所需的飞行测试 阿联酋航空公司主席曾表示 他预计认证不会早于2025年第一季度完成 波音公司表示 777-9测试机队将进行公司有史以来最彻底的商业飞行测试工作 《独立报》报道 喜剧演员梅根科斯特在新纪录片《对不起不对不起》中透露 他试图揭露喜剧明星路易斯CK的性骚扰行为 却导致自己的喜剧生涯终结 科斯特在纪录片中表示 他现在几乎只能靠在一杯上卖垃圾为生 而路易斯CK则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演出中大获成功 尽管多名女性指控路易斯CK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 在他们面前公开自卫 但他依然重返舞台 获得了大量男性粉丝的支持 纪录片清晰展示了女性举报成功男性性骚扰行为所面临的陷阱 不确定性和负面影响 尽管路易斯CK承认了不当行为 他的同名情景喜剧被NFX电视网撤下 并表示将退出喜剧界已赎罪 但他的事业依然如火如荼 纪录片导演卡罗林苏表示 这部影片并不是试图提供答案 而是希望观众思考我们如何对待彼此 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彼此 美联社在体育界的今天 乔丹·斯皮斯成为82年来最年轻的PG也巡回赛冠军 这位19岁的年轻人在约翰第二经典赛中 经过五轮加斗载 击败了大卫·赫恩和扎克·约翰逊 成为自1931年拉尔夫古尔达尔赢得圣唐莫尼卡公开赛以来的首位青少年冠军 此外历史上还有许尤川还有许多令人难忘的时刻 1912年肯尼斯·麦克阿瑟在奥运会马拉松比赛中创造了2小时36分54 8秒的记录1964年雅克·安克蒂尔赢得了他的第五个环法自行车赛冠军 2019年诺瓦克·德约克维奇在一场耗时4小时57分钟的比赛中 击败罗杰·费德勒赢得了最长的温布尔登决赛 加拿大广播公司加拿大篮球队正满怀自豪的为巴黎奥运会准备着 这将是自2000年悉尼奥运会以来首次尤里亚之加拿大篮球队同时参赛 男子队在全球排名第七时隔24年重返奥运 而女子队则连续第四次出现在奥运会赛场上 男子队在2022年通过FI比尔世界杯资格赛 获得奥运资格奥运资格并在比赛中首次击败美国队 球队的信心大增尤其是包括单服决金队明星后卫乌马尔 穆雷在内的11名现役或前比尔球员的加入 使得加拿大队成为巴黎奥运会的有力竞争者 女子队则希望在巴黎实现历史性的突破 争取在奥运会上首次获得奖牌 《环球邮报》法国体育部长阿梅利·乌德亚·卡斯特拉周六 在塞纳河中游泳 与展示首都河流的清洁程度和为奥运会游泳赛事做好准备的情况 BFN电视台拍摄到了它在亚历山大三世桥和荣居院桥附近 短暂游泳的画面 巴黎奥运会的铁人三项和马拉松游泳项目 将于7月26日至8月11日在塞纳河举行 这条著名的河流曾在1900年巴黎奥运会上被使用 巴黎市长安尼·伊达尔哥也承诺将在奥运会到来之际 在塞纳河中游泳以标志河流的清洁和适合游泳赛事的状态 《环球邮报》报道 拉布拉多市附近的居民 在周五晚上被迫逃离熊熊燃烧的野火 唯一的加油站 丘吉尔瀑布的睡痕刷丑&gas的工作人员通宵饮业 为逃往哈皮谷古斯湾的居民提供燃料 共同拥有者星迪·米其林表示 他的一名员工已经连续工作了十七小时 以确保所有逃离的人都能顺利到达安全地带 拉布拉多市约有七四百五十名军民 他们被命令沿着一条偏远的双车道公路向东行驶六小时 前往哈皮谷古斯湾 社交媒体上的帖子显示 许多人在丘吉尔瀑布排队数小时加油 尼西林说丘吉尔瀑布上个月萤火灾被疏散了 因此他们非常乐意帮助拉布拉多市的居民 他还提到有志愿者通宵指挥交通 纽芬兰和拉波省省长安德鲁赴里预计 将在今天晚些时候提供火灾的最新情况 多伦多星报报道 拉布拉多市的居民在周五晚上被命令撤离 原因是森林官员描述的极端火行为 靠近魁北克边界的湿口森林大火 有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继续向社区蔓延 拉布拉多市的七四百五十名居民 被命令前往东部的哈皮谷古斯湾 这是一条穿过南部荒野的偏远双车道公路 驱车需要六小时需要六小时 社交媒体上的帖子显示 许多人在丘吉尔瀑布排队数小时加油 尼其林表示丘吉尔瀑布上个月因火灾被疏散过 因此他们非常乐意帮助拉布拉多市的居民 他还提到有志愿者通宵指挥交通 纽芬兰和拉布省省长安德鲁复里预计 将在今天晚期时候提供火灾的最新情况 细密细报道 康尼斯托加学院的两位烹饪教师 在去年六月前往法国里昂的institute 参加为期两周的专业发展驻流项目 作为康尼斯托加学院的代表 丹麦考登和达里尔豪斯与来自全球的教师 一起工作和学习 麦考登表示 联盟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全球顶级学校的网络 讨论不同的做事方式和应对挑战的方法 康尼斯托加学院是唯一加入联盟的加拿大学校 去年还主办了联盟的教师研讨会 里昂是法国美食的中心 拥有众多米其林星级餐厅 麦考登和豪斯在教育和专业环境中交替工作 并与同行建立了联系 豪斯表示 与其他厨师和前厅教师交流是亮点 发现学生的学习方法和挑战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相似的 麦考登最难忘的是与成就逐注的厨师们的对话 豪斯则特别注意到他们对环境可持续性的承诺 并希望将这些实践带回康尼斯托加学院 杨卫教师都希望将李昂的经验和灵感融入到 加拿大本地和区域的饮食文化中 CBC报道 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绿党领袖安德鲁维福 最近公开赞娘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保守党 并批评新民主党并DP省长大卫埃比表示 他正在考虑与保守党领袖约翰·鲁斯塔德结盟 维福曾在2017年与前省长约翰·沃根达成信任与支持协议 赋予安DP权力平衡 他预测保守党将在即将到来的省选中获胜 埃比对此表示极其奇怪 并指出鲁斯塔德否认气候变化是危机 维福认为鲁斯塔德是一个倾听者 类似于霍根 而埃比则被包围在一群帮助他控制政府的人中 这对民主不利 维福还对即将到来的省选中几乎一打 NDP代表的退出表示担忧 认为这表明党内存在严重问题 与此同时 保守党筹款活动也在最近几个月激增 月居第二仅次于NDPT 政治通讯教授大卫·布莱克认为 这些政治动向主要与保守党的人气激增 和BC United的急剧下话有关 Yahoo US 报道 德雷克·兰德尔将在今天晚上7点 在斯波坎附近的 Northern Quest Resort & Casino 进入笼子进行U-DAI-C比赛 他的侄女Bowy Drakeway刚刚出生 兰德尔是一名混合武术家 毕业于刘伊斯顿高中 和刘伊斯克·拉克州立大学 曾两次获得州级亚军 并在大学摔跤比赛中成为全美选手 回到刘伊斯顿后 他成为了一名电工 并在女儿出生后 决定追求成为UFC选手的梦想 他与前UFC选手奥斯汀·阿内特联系 开始在阿内特的武术学校接受训练 兰德尔在两年内参加了两场 一羽比赛和五场职业比赛 保持不败记录职业战绩为5-0 今天的比赛将是他在UFC5 踏上播出的第一场比赛 兰德尔表示他的摔跤背景 使他具备了追求干妈妈的心理韧性 他不仅为了赢得比赛的经济回报 更为了能有更多时间与家人共度 盖尔利恩报道 马格丽特·土雷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家中 领导着一支由100多名志愿者组成的基因侦探团队 至今已确认了100多具无名尸体的身份 2018年 他和合物理学家克林·菲茨·帕克林·菲茨·帕克林 菲茨·帕克里克通过DN的证据 确认了1981年在俄亥俄州被发现的陆皮女孩 马西亚金的身份 这与突破镜案例标志着基因家普爵在破案中的潜力 自那以后 基因家普爵成为了强有力的犯罪解决工具 破解了数百起冷案 破解了数百起冷案 普雷斯与菲茨·帕克里克共同创立的DN的DDP 在与全国各地的执法机构合作时 以晶圆的速度取得了成果 帮助恢复了许多失踪者的身份 志愿者们通过分析DN数据库中的数据 建立家普并最终确认无名尸体的身份 DDP的成功得益于其志愿者的奉献精神和团队合作 帮助那些失去社会安全网的人们 找回了他们的名字 普雷斯通过参与制定行业标准和额理规范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致力于推动基因家普学的发展 并帮助解决更多的身份识别难题 谢谢您的收看 请大家看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R回费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 minimum e grandma 学生 计量 每一分 小朋友 超会 性 游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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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